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大致论的时间 我们今天这一集要继续来跟各位探讨 大致论第卷八 卷八就谈到佛陀要说般若经 要讲这个般若的殊胜 所以佛陀也有一些肢体语言 他放光 画佛 然后这个光还分为身光 毛孔光 舌相光等等 还有所谓的常光 最后佛陀有这个大地震动 而且这个震动有所谓的六地震动 我们这个震动就会想到 大家马上想到很可怕的自然灾害的地震 也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震动出来呢 那这个佛陀在展现六地震动 六种震动 他有一些情形 所以说他讲这个洞 地洞有时候是方向的不同 从东西南北的洞 所以我们看地震也有这样摇啊 上下的 上下的摇 然后是左右摇的 那么就有分所谓的两种洞 四种洞 佛陀这个洞叫做六种洞 那又讲他说这个世间的震动啊 也有四种 什么洞啊 第一个叫火洞 龙洞 金氏鸟洞 天王洞 这四种洞啊 这可能是印度人啊 首先这个火洞是属于火神 他说有六种星宿啊 月亮走到什么什么的六种星宿的地方 大地呢就崩崩塌了 是属于火神在洞 这火神洞的时候呢 大自然发生什么先啊 第一个没有雨 旱灾了 江河枯竭了 然后呢没有办法产出道脉 天子凶大臣受殃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火洞 火洞就是这个火龙 火神洞了 然后是一个凶象 第二个叫龙洞 龙呢又是有六个星宿 走到了某个地方跟月亮交接 这个时候就地洞 也是地洞若崩 属于龙神 那这个时候也是跟前面一样 是没有雨水 江河枯竭的 也是旱灾 然后呢饥荒 然后呢 臣民老百姓要受苦 第三种洞叫做金翅鸟洞 又是六种不同的星宿 这个当中的星宿又不一样的 那是属于金翅鸟洞 灾难呢跟刚才前面 三样 两样一样 所以前面就是火洞 龙洞 金翅鸟洞 都是凶象 就是这个世间有些灾难出现 第四种洞叫做天王洞 所以这个天王洞是有九种星宿 九种星宿的一个走向 所以叫做星宿象 星宿角树防秀 女秀须秀 锦秀碧秀 等等 这九种 他说这九种洞 当天王洞的时候呢 就风调雨顺 风调风雨安稳 然后五谷风登 天子喜悦欢喜 然后臣民受到福报 老百姓就安居乐业 也就是说前面三种洞 火洞 龙洞 金翅鸟洞 是凶 凶象的 是凶 凶年 第四个洞是吉祥的 那我们会发现 印度人的观念 这就是有一些 他们对这个天文地理 心象 非常重视 我看很多的民族 好像都离不开这种五行 星宿学 现在说我们东方迷信 西方也不妨多让 现在在看什么紫围斗树啊 什么你的星座在什么座 我觉得不太 不太 有时候 这种说法蛮 有带上去 你是 你是什么座的 什么天蝎座 什么座的 地球有几亿人口 五六十亿人口 天蝎座 射手座的人 不是那么多吗 性格都一样吗 命运遭遇都一样吗 我们甚至都不讲命运的 所以其实还是看你一些 后天的修为 好 这个 这个是世间讲的四种的动 所以我们佛教基本上是不看新秀的 我们也不看 不算 不看天文地理的 佛陀甚至禁止弟子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对佛教不认知的时候 对以为说佛教是迷信的 看首相啊 算命啊 我记得我有一次到西安去 我到了中国大陆一个地方 然后 要去办事情 Hotel的一个女服务生 看到我就把手伸给我 我说你有什么事吗 他说你不是搞这一行的吗 我说咱们不搞这一行 咱们是看这一行的 相有心生 所以我们不看这个新秀 不看天文地理 那么他就讲这个 为什么有震动呢 他说佛出生的时候 有几种状况 会有震动 世间呢 世间的震动 有些异象产生 叫小动与小因缘故 譬如说有的伟人去世的时候 有福德人若生若死 一国地动 视为小动 说比方说这个国家的领袖啊 伟大的人去世的时候会 哇天地变色啊 好像天地从同辈一样的 所以他这里讲说 这个是人间小动 那么佛教讲这个大动 是什么 大因缘故 什么时候会六地震动 比方说佛出生的时候 佛诞节 佛出生了 然后我们说佛世界众生 就有得度的因缘了 佛成佛的时候 佛要灭度 正入涅槃 所以三千大千世界 会为之震动 这个叫做大动 所以什么时候会有 小动是世间 大动是佛教讲的 这些状况 那么因为呢 佛陀要讲这个 波罗波罗明经 所以地神呢 波罗波罗明经 就有很多的菩萨授记 未来能成佛 佛是天地的大主 所以地神们非常喜悦 比如说 这些诸佛 这些菩萨 未来能成佛 哇 所以这些地神很欢喜 所以就跟着地动 就好像国家领袖 总统 新总统就任 或者是君主国家 他们的国王 女王啊 国王 所以成名喜悦 都 所以欢喜 永乐歌舞 就叫做大动起来 就好像菩萨要成佛 就会六地震动 所以呢 那为什么要这个 六地震动呢 是要让这个 我们这世界 的众生 的福德 令我们知道说 刚才讲 说这个震动 还有一个让你感觉 就是世间是微脆的 是无常的 所以 有这种种的因缘 所以就有六地震动 好 那佛罗展现这个六地震动 六地震动之后呢 就 这个土地就非常的 一个柔软 让众生在这个当中 非常的合跃 这个跃志 讲得多好 他说 共住之人 共住之人 即变身之趣 就住在这个地方的人 然后呢 让他们觉得 在一起非常的喜悦 他说 就好像三十参天 刀利天 刀利天天王 有几个花园 有一个花园 叫做欢乐园 那么诸天进到 这个欢乐园的时候呢 每一个人心都很柔软 很欢喜和跃 就不会生起 粗暴的心 然后甚至 欧修罗 欧修罗一天到晚 都在挑衅 第四天 第四天主 第四天就是 我们各位 我们台湾人 中国人概念里面 那个天公 那个拜天公 正夜初九 所以欧修罗 是挑衅 第四天 那么当这些天神 大家到 刀利天的 这个欢乐园的时候 大家都 心情愉悦 挑衅我 也跟他打架 打不起来 但是如果 这些神将 进入一个园 叫做出色园 很声色的色 出色园 到这个地方的 那个草木啊 味道都不一样 就气不合约 所以呢 一进来 大家都想要吵架 打架 各位有时候就觉得 这个地方磁场不对 这个地方让人感觉 一进来 好祥和哦 就心生喜悦 到哪里来 到场啊 寺庙到场 那个心都沉浸起来 你有时候到一个 某个地方 就觉得这个地方 一进去 你就觉得浑身不对劲 所以 佛陀呢 有用这样的神力 让我们感觉 整个六地 大地都会很柔软 然后让你觉得 住在这个地方 非常的喜悦 这样的同时 就会让 三恶道的众生 都解脱了 所以令三恶 八难即使解脱 你各种的灾难 通通都解脱了 然后呢 能够至少生在欲戒天 所以 这个地方就说 他说福德多的人 福报比较修得多一点 他看到佛陀的放光 他就会能够得度 那最够 我们罪业很深的人 很顽强的 佛陀怎么办 放光还不够度你 所以就让你 地动 六地震动 让你来得度 就好像说 太阳一出来 照这个莲花 照莲花 然后呢 莲花快要熟了 就哇 就开花了 那有的莲花呢 还没有开 他就含苞带放了 那怎么办 所以先放光明 让你的福手致力 先得解脱 如果你的福德因缘不够 智慧心不够 那就用佛 以大慈悲 平等来度你 没有喜爱 也没有讨厌 因此也就是说 福德因缘成熟的人 放光 你就得度了 福德因缘浅薄的人 而且根性顽强的人 放光还没有办法度你 佛呢 弃而不舍 做什么事 六地震动 叮当让你干嘛 让你因此能够得度 他说 就好像树上的果树 所以这大慈多论 很多批语 非常精彩的批语 说像这一棵树里面 长了很多的果实 果汁 水果 如果成熟的人 稍微动 那个果子就掉下来了 守者先醉 然后呢 还没成熟 想办法 让你怎么样 开花结果 所以 动之者佛 就像三千大千世界 就像那个树一样 使这个树啊 能够去动 摇动它 是佛 先度的人 先得度的人 就好像那个果子 树上的果子 神熟啦 为得度的众生 好像那个果子 果子还好 非常的生涩 那么 也就是说 佛陀呢 用种种办法 放光啦 微笑啦 不止放一种光啦 还要要六地 震动 想尽种种办法 来得救度你 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心存感动吗 佛就真的像那个父母 他不会放弃他的孩子 很坏的孩子 那父母的爱啊 父母的耐心 他是源源不断的 佛对待我们 看我们众生 就好像独生子 好像是一个重病的孩子 想尽办法来 尊尊善佑你 所以他用很多的肢体语言 然后有人就讲说 这个善心啊 为什么是生到欲戒天 而不是生到 刚才讲的 佛用这样来度你 这些众生 至少就生到欲戒天 他说为什么不是生到 色戒跟 跟无色戒呢 他说本来想要 佛要度这个众生 另得道正 因为无色戒 无色戒身 因为无身嘛 才叫无色 没有色身了嘛 没有色身 所以不能为他说法 色戒中的众生啊 因为他在四禅里面 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四禅十八天当中 他没有厌离心 因为在这里面 他太享乐了嘛 他在禅定的世界里面 享乐啊 所以叫无与涅槃里面 所以无可得到 为什么 禅乐多顾 所以会心则顿 智慧就比较 比较弩顿 所以一界众生 才能够容易得度 这个地方 这个道理太妙了 所以各位 我们不要有时候 哎呀 我在一界里面 沉沦好辛苦哦 为什么不要给我生到色戒 色戒就是说 太享乐 你反而叫富贵学道难 我们看有很多富贵人家 我生活这么好 我为什么要去信仰佛呢 我没有必要去信仰佛教啊 这个高收入啊 出门开名车啊 睡到自然行啊 数钱数到手抽筋的呀 我为什么要去学佛呢 所以太好了 佛陀告诉我们 欲界众生 刚好有一点苦 有一点乐 苦乐参半 太乐 你根本就忘记要修行 忘记要洗精进 欲界众生 比天道的 好处在哪里 就是我们懂得犯恨 我们有思想 所以他说 只有欲界众生的 欲界里面的众生 容易得度 色戒 禅定的快乐太多 无色戒 根本就无身嘛 所以佛陀也不会在 无色戒说话 所以各位我们 虽然还在欲界当中 但是我们得度因缘 比前面 后面这个色戒 无色戒呢 的众生还要容易 这是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佛陀讲到这一段 所以说 他就讲说 我们众生啊 心信 得欢喜故 所以要在 欲界当中 修行 得信心 所以要生欲界天 不可能在 四禅天 或是 无色戒的四天 四空定天 所以修行人 要在哪里修 欲界 在欲界里面 这个就为什么 佛陀说 佛出生在人间 修行在人间 出嫁在人间 成佛在人间 度众也在人间 所以各位 要珍惜你 得人生 得人生 才能得度 我们休息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这个 论者说啊 说 不生在 色界 无色界 然后可以生在 欲界 这个 问难者又问了 说 我们不是五蕴 五蕴假和嘛 色受想心事 五蕴是无常的啊 是空啊 无我呀 怎么能够生天上呢 那是谁生 谁死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资顿的读多了之后 你会 嗯 那个思考 思辨能力 会很强 他说啊 这个 论者就回答了 他说啊 虽然哦 波罗波罗蜜中讲是我们五蕴 是 是无常的 但是呢 是外道 外道讲 看起来是有这些五蕴的东西 外道认为 这些是石油的 但是在空观来 空中的人来看 所以其实也没有有常无常 也没有有空无空 也没有有我无我 所以外道认为 这一切的读法是石油的 那在空中的人看起来 这些都只是假民 都只是阴眼和合 所以有所谓这些五蕴的东西 那是谁去 谁去生死呢 就是说 我们世间法看起来有生有灭 但是在十项法里面 十项就已经超越了生灭 所以他就没有生灭 没有这生灭的问题 所以他说生死人有生死 不生死人无生死 所以不生死人就以这个大智慧 能破生死项 什么意思啊 我们讲一段这个故事 就说 射利弗跟穆建年刚开始都在找老师 有一天射利弗从外面回来了 很开心的跟穆建年说 我们 我碰到了一个人 那个人叫佛陀 我们赶快多去做他的学生吧 他说 碰到了一个 所以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 这世间就是一个因缘法 因缘的变化 所以他其实没有那个自信存在 我们再看一个故事 在涅槃经里面 有一个叫雪山童子 佛陀的前山雪山童子 在雪山修行 梵天要来测验他的心 精进不精进 故意化成一个罗刹 肚子饿到 饿到不行 然后就在洞门口讲了两句话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那么在洞里面修行的雪山童子 赶快冲出来 这句话是我找了很久的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诸行就是这世间的一切现象 它是生生灭灭的 人有生有死 洞植物有生有灭 山河大地有生有灭 所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然后他说这只是前半的道理 后面还有一半道理 请你告诉我 他说不行 我已经饿坏了 那我愿意牺牲我的生命 招闻到细死可以 你把下面的真理告诉我 我就做你的晚餐吧 这个佛陀变化的罗刹 犯天变化的罗刹 又讲出下面说 生灭灭以极灭为乐 生灭的法也灭了 也就是说没有生灭 那就是一个涅槃极灭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 世间我们在世俗里面 我们在世间法里面 是有生有灭 有生有灭的 等到我们跳出轮回 超出轮回之后 不再轮回里面的生灭 生灭轮转 所以连这个生灭也灭了 就是不生不灭 所以外道 一般的外道就有生有灭 那么在剥落实相里面 是超出这个生灭的 各位我们 其实我们的念头也是这样 前一分钟 不要前一分钟 前一秒后一秒 叫前记后记 都是生生灭灭的 所以在讲这地方 他是讲这个生灭的问题 那下面他就问了 他说这些诸天 天神他们有宿命通 可以了解自己的过去前世 未来 所以诸天人自视宿命 皆大欢喜 就来到佛陀的地方 头面顶礼佛足 然后就退在一边 叫却住一面 这个人就问了 诸天天神因为他们有神通 少了一个叫做漏尽通 他们知道自己 知道三件事情 知道我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宿命 也知道我所修的是什么福德 知道我自己 知道我应该修什么福德 那么人呢 人生天上的时候 没有这三件事啊 怎么会了解自己的宿命呢 他说人道不定 回答说人道不定 人有的人可以理解这个过去前世 前世今生 有的人不认识 那有的是要假这个佛陀的神力 才能够了解宿命 所以呢 诸天因为有五种神通 所以来到这个佛所 那有人呢 升天得到神通 就好像转轮圣王啊 圣人等等 所以他说人 人呢 人出生的时候呢 在这个 有些人出生之后 他说人生十月 人出生 在母亲的怀里 肚子里面呢 要孕育十个月 然后呢 三年如辅 十岁才能自出 这是讲一个人 在母亲怀胎十月 帮你孕育生命 然后母亲要抱在怀中 俘虏你长大 然后到这个十岁 你才慢慢离开父母的身边 那你今天怎么能够蒙佛威德 三恶道的众生 八难都能解脱 然后生在人天之中 就马上到了佛的地方 人天可以的 人呢 还没办法 因何可以得到这样的福报呢 他说啊 这里就谈到一个 五道众生的 五驱众生的一个 出生的方式不同 这里面当中 他说 有出生 叫做四生 我们众生的出生方式 有四者 一个叫做软生 失生 胎生 化生 软生 像各位 鸡啊 鸭啊 鹅啊 鸟啊 它是不是都是先出蛋啊 软 是不是 这个软呢 敷熟了之后 就 生命就孕育出来 还有一种叫做 失生 像那个蝌蚪啊 蚊子啊 绝绝啊 这种 这种众生是 他就 他有一定的这个失气 他就生出来了 那化 胎生 我们各位最能理解 像我们人 人是不是胎生 是 像鲸鱼啊 都是一个胎生 像有的 牛啊 羊啊 是胎生的 第四种生叫做化生 变化所生 所以 天神呢 天神是叫化生 像极乐动 极乐世界里面的叫莲花化生 莲花化生是亲近的生命 没有痛苦的 不是要经过母亲十月怀胎 所以生日是不能庆祝 是母难日 还有一种什么化生 地狱众生也是化生 地狱众生什么化生 譬如说 无间地狱的众生 你被抓去 哦 锯了 啊 死过去了 被拿下去炸呀 抱着那个炎热的铜柱啊 哇 我死过去了 夜风 夜历的风一吹 你又活过来了 所以那也叫化生 所以你是哪一种化生 因此他这里讲 众生 五道众生啊 他的出生的途径 种种不同 他说 诸天跟地狱是化生 那恶鬼呢 是胎生跟化生 我们人个畜生呢 是有软生 失生 化生 胎生 所以 软生者 那个 在佛教里面 他说甚至有的人 有的人他也是啊 用这个软生的 古代中国神话里面很多啊 像这个顺啊 什么鱼啊 什么远古时代那些始祖 他踩到了什么谁的脚啊 跟那个鸟怎么样啊 都有这种东西 所以 所以有这四种生 那么他讲这个众生啊 人 有这个化生人 人化生了 然后就来到了佛的这地方 这就是讲到 讲到这个众生出生的一个状况 好 他说啊 这个地方又谈到说 像 十方有像那个恒河沙 那么多世界的 这个 国土呢 就 六种震动 所以一切的地狱 恶鬼众生 等等 他们就 即使解脱 然后呢 就已经是可以生到了 他化自在天 那么这里就听到说 三千大千世界 无数无量 众生那么多 为什么 又要 又要有这 又要谈几道 十方 像恒河沙 那么众生呢 他这里就讲说 佛力 虽然无量 佛力无量 虽然度三千大千世界 仍然觉得很少 所以还要再度十方 这是我们在前面 有一集有谈过的 那么 这个人又问到了 释迦摩尼佛 不就很厉害了吗 释迦摩尼佛 一个人就可以把 一切众生都度尽了 就可以广度十方了 为什么还要再靠这些 十方一切佛 一起来度呢 还要请十方一切佛 来度 度众生呢 也就是说 除了释迦摩尼佛 之外 为什么还要有 其他的佛 一起来度众生呢 他这里就讲 他说因为众生 众生无量 而且众生成熟的时机 不同 众生成熟的因缘 也不同 因此 有的众生是这个佛得度 有的依这个佛得度 有的众生是依这个佛得度 所以我们要什么佛 要有阿弥陀佛 有人希望往生阿弥陀佛世界 就念阿弥陀佛 而往生者 有的人向往 要师佛呀 他就念要师佛呀 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要拜八十八佛呀 所以每一个人的因缘 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跟哪一尊佛有缘分 也就不一样 所以说 因缘不同 成熟的时间不同 那也不是一个佛能度尽一切众生 所以他说 世界无量无边 世界无量无边 众生 在这个无量无边 世界里面的众生 也是无量无边 所以如果世界有边有量 那众生也有边有量 但是 很有意思的 是世界是无量无边 我请问大家 虚空有没有边啊 你请 请你告诉我 空 虚空没有概念 太空的边在哪里啊 这还是我们看得出来 具象的 具体的 是不是 佛教讲那个三千大千 世界多大呀 所以佛教那个宽广 那个无量 让你 那你那种 你的那个思维 你的想象力 这绝对是中国人 中国人没有这种想法的 所以世界无量无边 众生无量无边 最主要是众生的业也无量无边 因此需要诸佛 很多的佛一起来度 这就是告诉我们说 佛不能度尽一切众生 佛不能度一切众生 佛度众的工作 有没有结束的一天 不可能 所以开玩笑讲 在佛在度化众生的工作上 是永远不会失业的 没有失业率的问题 所以 因为佛 众生无尽 所以佛度众的工作 不间断的 永恒的 无尽的 因此佛的慈悲 智慧也就无尽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谈到这个度众的 所以不只是 释迦牟尼佛度众生 还要很多的诸佛 一起来 那么这个谈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觉得说 佛教的那个 多元化 非常的多元 这个多元就让你看出 佛教的丰富 佛教的富贵 所以其实 多元差别是 世间的实相 各位想想看 你知道菜市场 你去吃饭 自助餐 只有那一样菜 只有一样菜 你怎么办 你会不会吃腻啊 你会吃腻啊 所以他就很多人 假如这个世界 只能开红花 或只能开白花 会五彩编纷吗 他不会五彩编纷 所以 佛教的伟大了不起 有时候我们刚刚在开始学 我就觉得说 哇 佛教好复杂哦 谈到佛有那么多的佛 世界有那么多的世界 迷向一大堆 中派一大堆 法门一大堆 这么多 我怎么选择 你只要选择 所以刚才讲 跟你有姻缘的 我喜欢净土宗 那我就 一心念佛呀 我喜欢打坐的 我就 好好修禅宗啊 我喜欢听经 我就听经啊 我喜欢抄经 我就抄经啊 我念佛 我喜欢观世音菩萨 我就念观世音 所以 他虽然有很多 但是呢 他可以让你的 你可以依你自己的姻缘 来选择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谈到了 这个大师堂里面 谈到了就说 观世家摩尼佛 自己本身来度众 度了众生 不止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他还要 他在说这个波罗经 还要呢 很多三千大千世界 不止他自己 度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的众生 还要请很多的化佛 甚至找这个诸佛 一起来说法 那下面呢 就说了这个 波罗波罗蜜金 会有什么样的功德呢 这里面的功德 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 譬如说 可以使忙者得事 眼睛瞎人 可以看得见 还有什么呢 我们休息一下 这个论啊 大致论说到说 十方向恒河沙 那么多的世界 都六地震动 所有的善恶道的众生 都能解脱 解脱什么呢 他这里面就讲了 很多具体的事件 譬如说第一个 众生忙者得事 眼睛瞎的人 可以让他 让他 睁开眼睛 眼睛就 负名了 那为什么会得到 得到 瞎眼呢 他这里讲到 一个原因 说有的 先式的因缘 就是过去式的因缘 让你得了 这个眼睛瞎了 他说有的众生 有的众生 是因为过去 是到这个佛塔 设立塔里面的东西 比方设立塔里面的庄园 甚至偷了这个 那个叫什么 就是说灯光 里面的油灯 或者是说 修行人 有的塔是佛的塔 佛的设立塔 有的是沃罗汉 辟知佛 所以你就是在 这个地方夺取 人家的灯 灯聚光明 那他说 先要破众生眼 还有一个是 为什么会 瞎了人 就是说 你是破正见 正见 正见如目 所以没有正见 你也会得到 这个眼睛的 目盲的国报 所以这个人 死了之后 陆入地狱 然后呢 地狱的罪业 结束之后 他会出生 是一个盲人 所以我们看 欧罗利 欧罗利 他不是得了 眼睛瞎了吗 佛罗教他 天眼通 他为什么得天眼通 佛罗就讲一段 他的音乐 他说他前世 有一天 他就看到 有一个设立塔 他就趁着 越黑风高 跳进塔里面 去偷东西 跳进那塔当做 看到前面 佛前设立前面 那个油灯 快要灭掉了 赶快把他那个灯心 一串起来 哇 火光通明的 灯火通明的 还看到那个设立 佛像 好庄严啊 行了一个忏悔心 人家是来设立里面 设立塔里面供养 我竟然是来这里偷东西啊 一念忏悔 惭愧 而且把灯剧 弄了光明 所以因此他后来 得了天眼通 所以他说这个 这个事长 得了 为什么会目盲 是你偷盗 偷窃 佛事里面的光明的东西 光明剧 好 所以说他说 金氏医院 如果是 有的人是因为生病 或者是说被打 你是一个意外伤害 所以金氏医院 跟前氏医院 那么呢 这个佛陀 能够修制你的 九十六种的眼病 所以世尊佛陀 就让我们 能够眼睛明亮 那怎么让你明亮呢 先让你明亮之后 然后呢 开智慧眼 这是第一个 佛在说这个 菠萝菠萝迷经的时候 可以让 眼睛目盲者 可以有视觉 第二呢 是让这个聋哑 聋哑的人 为什么会聋哑呢 他也讲有先氏因缘 前氏你的因缘是什么 师父给你的教导教训 你不接受 你不实践 你反而起称人心 你讲的什么 老生常谈 所以各位小心哦 法师啊 你的老师啊 在跟你 你的父母 长辈 你不要 言者尊尊 听者渺渺 搞不好 会听力不好哦 还有一种 就是说 破坏人家 伤害人家的耳朵 把人家打到 这个耳聋了 所以你破众生耳 或者是你去偷到 偷到这个寺庙里面的 说佛台啊 或僧台啊 出家人或佛教的 供奉佛陀的 或是善人福田当中的 剑锤啊 灵啊 骨啊 钟啊 你去偷钟 偷木鱼啊 偷灵骨啊 哎呀 这个 这里面那个木鱼 长得好可爱哦 很棒 我把它偷回家 小心会得到耳聋的 那导过来讲 如果你去布施中 嗯 你耳朵 耳聪不明 你耳朵会非常好 所以为什么 有人阴身很好 犯败很好 他可能有布施中骨 类似这个 还有一种是金氏因缘 你或者是因为生病 像发高烧 小孩子发高烧 烧到耳朵坏掉的 或者是你被打 一个外面的撞击力量 哇 伤及耳末 这是金氏因缘 那佛陀说 也可以让 佛陀用他的一个 慈悲神力 使得 阿尔隆的者 可以听闻 第三种是阴亚 亚巴 为什么亚巴呢 所以前世因缘 前世因缘是 你可能把人家 嗯 挂机 截断人家的舌头 或是把人家 塞住这个 让他的 口不能讲话 或者你用毒药 给他吃 让那个人阴亚 不能够讲话的 你就会得到这种 阴亚果报 那或者是你 长辈 父母 老师 在叫 给你讲一些 好话 教导你 你干嘛 你就 嗯 你反而反过来 辩驳他 然后抢白 或断旗语 非其教 非其教而行 就是背 背叛而行 或者你是做一个 恶邪人 你 你是一个 邪师邪贱的人 你不相信英国 你讲的是一个 破 破人家正语 人家讲好话 你是诽谤他人的 这等等 他说这样的人 就会堕入地狱 然后呢 等到你的国报 受尽之后 你重来出身人 就是一个英雅国报 第四种呢 是狂者 是狂者正 什么会狂者呢 像他说像 印度里面 那个婆罗门 婆罗门 婆罗门他 失去了家产 然后他的太太又死了 他就落心奔走 又好像 有的 有一个白衣 他的孩子 七个孩子都死了 丧心病狂 就发疯了 狂 那也有的人是 就是 称恨心很重 所以叫抓狂 我们现在讲叫抓狂 这个人气氛到 抓狂啊 坐车坐到一半 我跳车啊 从车上跳下去啊 所以叫 有的人是痴狂 痴情 哎呀 这个痴情成狂的 各种狂的人 还有一种人是 愚痴 愚痴啊 在印度有这些 奇怪怪的苦恨啊 头发 哇 留得很长 丢到十二层楼高的 指甲 都不剪的 叫长爪梵制 有的人修行是 一直拔头发 有裸形外道啊 然后有的人吃 吃粪便的 这些都是狂 啊有的人得了 得了什么热病啊 或成了重病啊 发狂 有我们看有的人 有很多的精神 精神异常的人 那有的人是被这个 恶鬼所 所侵犯的 所以这个 有这个地脊到众生 负责在你身上啊 等等等等 有一种痴狂是 喝的这个 雨水啊 等等 这个都叫什么 都叫做狂 那么 得狂病的人 佛陀以神力救助他 可以使狂者得症 哇 这非常的多 还有一种叫乱 散乱的人 让他能够有禅定 有定力 所以 有的人是因为 是心多散乱 就好像那个猴子 所以我们现在讲 叫躁郁症 叫过动儿 他进不下来 他就没有办法定 他就毛毛躁躁 毛毛躁躁 然后他毛子 一直说 觉得没有安全感 所以不能专注 就叫做乱心 所以 有的人 心放在很多的时代 我们现在叫做 三心二意 或者叫我们 要专注一心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 我说我们现在 就失去这个心力 就没有办法承受 好的佛法 所以不堪受到 所以为什么会有乱呢 首先是因为 我们善心转伯 善心很伯 看到恶法 预乐的东西 你就跟着转了 你就跟着转 我有一次的测验 我在跟学生上课 我讲得很起劲 学生听得很起劲 突然间教室门口 有一阵清脆的高跟鞋的声音 所有的学生都懂 都给我 头都转到那个门口 然后再找我问他们 刚才你们看到什么 没有啊 老师 我们的心耳朵六根 就随着那个高跟鞋的声音 跟着转了 所以我们的心就是这样 很容易就追逐 就被 就被牵引 所以世心明乱 是门叫心乱 所以有的人不懂得 不懂得有些修行 所以不知道观无常 苦空 所以会贪着寿命 然后呢 对世间的这些 五一六成 非常的值 他说纪念事物 种种慈善 就叫做心乱 所以我们会活得很散乱 尤其现在 这个世界 速度 生活的速度这么高 失去了中心点 所以有的人 只能够在佛法当中 没有办法 内在的快乐 就向外攀足 因为攀足欲乐 所以心就跟着乱了 所以心乱的人 看到了佛陀 因为佛陀的 见到佛陀 就能够静下来 好 第六种呢 是裸者得衣 裸行外道 有一种人 他说 有一种人是 他 他发狂 人家都知道他发狂 有的人 他发狂 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个当时就有这个 在印度啊 有一种人是 他们叫裸行外道 各种外道 那哪一种外道 有的外道是用灰 来涂他的身体 裸行无耻 不穿衣服 用那个石灰啊 各位我自己讲一段经验 有一年 198年我忘掉了 我去了印度 我们跟随信大师 一群人去印度 到了王色城 竹林金色 就是佛陀讲那个 法华金的地方 那个王色城 大概在1000公尺外 我们看到 冬天耶 12月天呢 就真的看到一个裸行外道 180几公分 那个印度人 印欧与系 印度人是印欧与系人 所以是咖啡色的人种 他就在很远的地方 什么都没穿 真叫裸行外道 他们有一个宗教 叫奇纳教 跟佛教是号称叫姐妹教的 他有两派 一个叫白衣外道 穿着白衣服 拿着一只扫把 非常重视不杀神界 然后怕踏死蚂蚁 因此走路之前 先要用扫把扫地 各位 这不是很愚痴吗 不是把更多的蚂蚁 给扫死了吗 第二种叫裸行外道 就是什么都不穿 结果我们一群人 看到那个裸行外道 我们都不好意思 赶快向后转 那个裸行外道没事 他不觉得怎样 所以不知羞耻 他裸行无耻 那我们就觉得 不好意思 然后甚至有的人 在印度就奇奇怪怪的 这修行人很多 用死人的骷髅 那个骷髅头骨 装粪便耳吃 有的人刚才讲拔头发 有的人睡在那个刺 钉子很多的床上 有的人倒悬 把自己金鸡倒挂起来 然后用那个 用什么东西来熏鼻子 有的人冬天跳入冰冷的水里 夏天用烤火 这些佛陀讲都是狂象 他说这些狂象 有一种就是叫裸行狂 所以裸行有两种 一种是外道痴狂 修这些奇奇怪怪的 有一种人是贫穷无衣 非常穷的 或者是以避衣蓝衣 穷到那个衣服破破烂烂 佛陀的慈悲就给他们都得到衣服 好 饥饿的人得到温饱 饥渴的人 饥渴的人 有人是因为前世无 没有因缘 没有种好因 没有情不失 所以得到饥渴 有一种是说 另外一种前世的因果 他夺了佛陀 欧罗汉 毕斯佛的饮食 甚至父母的饮食 都把他给夺取 有些不孝的孩子 不给父母吃 所以碰到了佛事 还是怎么样 很饥饿 所以佛陀给他们 给他这个好食 那么这个人就问 他说有的恶事的人 今生得到好食 那有的人是碰到佛 出世的时代 还很饥渴 如果有罪的人 有罪的人 他不应该生在佛出世的时代 有福报的人 有修福的人 不应该生到恶事 佛罗就 这个论者就回答 每一个人因为 夜报因缘不同 有人是有见佛的碰到 可以遇见佛的因缘 但是没有饮食的因缘 有的人有饮食的因缘 没有见到佛的因缘 也就是说 各个人 人们的一个情况都不同 他这里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有两个师兄弟 去修行 一个去出家 十戒诵经作禅 一个去广修供养 然后呢 就是去度众 所以后来这两个人 就出世了 一个出生做大白相 因为他有行布施 因此宝石 阴若披生 一个去修行的这个人 他因为自己 只要求十戒诵经作禅 没有跟众生结缘 所以他就很有智慧 所以这个 欧罗汉呢 就常常脱空波 没得饭吃 这个大象呢 虽然有很好的供养 国王喜爱他 每天吃得很好 阴若披生 但是没有智慧 所以佛陀就讲说 这两个人 就是我们佛教很有名 说有的人是修福不修慧 说修福不修慧 大象披阴若 修慧不修福 罗汉应共伯 因此要怎样 要两样 同时叫福慧双修 解行并重 所以也有修慧 跟佛学佛 也修福懂得不失 就能够像大象一样的 好 那为什么会饥渴众生 得这个 得温饱呢 是因为佛以神力 让他温饱 那佛光接触到你的身体 让你不会饥渴 就好像 你看到这个摩尼宝珠 有人看到摩尼宝珠 就所愿恒通 何况是碰到佛的事 这个时事呢 那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说 生病的人 佛陀让他 能够让他病好 所以这个病呢 我们有一种就是说 五脏不条 内病无脏不条 外病 像你碰到 掉入山难啊 车祸啦 等等等等 那么你这个 生病呢 也可以让 碰到佛的关系 所以你前世 对人家 拷打 杀害人家 现世是因为你的饮食不条 取机无常 所以因此这个病 要怎么样的 好起来呢 是佛陀会来 为他看病 所以就有佛为 病比丘 生病的比丘 没有人照顾 佛陀去看他 帮他处理粪便啊 喂食啊 那这个病比丘说 佛陀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呢 都没有人来照顾 我以前不懂去照顾人家 所以我现在生病 没有人来照顾我 所以我们就讲到说 看病是第一福田 佛连这样的功德 都要去修行 比如说 整个这一步啊 这个大制度论这一集 就告诉我们 有很多 忙者 聋者 崖者 病者 伤残者 看到佛 佛以慈悲 来度化他 这就是这一件的 大制度论的内容 谢谢你的收看 感谢观看